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为中国的优秀的优秀 包括飞舞中华一场 它的精髓性 它的永恶美定 对年轻人是一定有信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 和对飞舞中华一场 才缺乏了解 我觉得是整个的一个社会 从媒体到教育制度 教育的过程当中缺了这一块 就使我们的年轻人 没有机会接触到传统文化 和飞舞中华一场 我想如果他们接触了 我相信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定会让这些年轻人喜爱 而且也不存在着 像有些人说的 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没有兴趣 那么我做空聚古琴研究会的工作 空聚和古琴 现在都有很多的年轻人学习 因为新的一批粉丝 学古琴的人更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多 应该说 从历史上看 说古琴有三千年历史 尤其魏晋以后 叫左琴右书 这个文人都要谈起 但是我敢肯定 古琴从诞生之日到今天 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 这么多的人都在学古琴 也有这一天